为了促进劳资和谐并且增进一国美食交流 县府也办理移工团圆一家亲 南洋创意料理继模范外籍移工表扬活动 除了透过活动来感谢移工朋友的付出外 也能看见各国的美食料理 认识各国文化特色增进彼此交流 目前在南投县工作的外籍移工有13250人 县长林明珍非常关心 他们在南投县的工作与生活照顾的问题 也希望说他们能够融入在南投的生活 以及跟一般社区居民的一些交流 所以特别折承社会劳动出来办理相关的活动 所以今天在新丰国小办理移工团圆一家亲 南洋料理的比赛 也希望说我们移工踊跃来参与 今天来参与的总共有27位 准备了27道家肴 我们将会从27道家肴中折选出13道家肴出来 透过评审跟我们民众的票选 来取出这13道 另外就是这13道里面 我们区分为1、2、3名及10名的家座 第一名有6千块的奖金 第二名5千块 第三名4千块 其以家座是2千块 另外除了这个美食的活动之外 我们也透过这个场合来颁发我们109年度的模范外籍移工 外籍移工的部分区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厂工 另外一个是家庭看护工 各选拔10名 也各颁发奖杯跟2千块的奖金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活动 让我们雇主居民 以及我们外籍移工能够互相了解 互相融合 让我们外籍移工在南投的生活 工作能够越来越好 这个是我们社会及劳动处 未来也要积极努力的方向 以及希望取得的一些成果 县议员曾正宜表示 透过料理交流 不仅能够了解各国籍的文化 也能让民众对于各国料理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感谢我们的南投管政府 基本的这个移工的表扬大会 我们全国的移工 大概有70万的 但是我们全国有些会发老公 做了还没有没办法 或是让受人欺负 时间叫过去 算在外面 在走那里 有差不多五万块的 希望我们所有的移工 都很辛苦 如果有什么新疏 或是让他们欺负 或是让老闆 很努力的对待 有什么不满的情绪 都可以反映 来跟我赞这点机会 或是我们的管政府 社会所来的 心所都可以 我绝对会来带 大家照照 跟打招 跟新闻 很多的移工 都很打招 我们做台湾 或是白天 或是做帮忙 这些都叫没工 也有很多的移工 来帮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工程 可以真的 完美来顺利推行 希望我们今天这些的移工 可以帮忙 大家可以帮忙 做关销 有什么相当的 有什么不满的 输情 可以伸出起来 我们平常 也不能说心情 我们应该喝酒 喝到这样 在港口 这些 站在桌上 站在近 方向 桌上 都不可以 一定要 顾住我们自己 也要顾住 我们台湾人的健康安全 在这里 祝移工 表演大会 大会 圆满成功 现役员张家泽 当天也到场参与活动 并肯定 活动规划的用心 移工朋友 将自己家乡的拿手菜 展现出来 与民众互相分享交流 也达到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的目的 我们南投举办了 一年一度的 南洋创意料理比赛 将近30组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 把他们家乡最好的料理 一起展现出来 不只是可以让我们 吃到好吃的美食之外 让我们也可以多了解 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 然后透过食物 大家一起来交朋友 我们也预祝今天 大家可以得到 自己心目中的名次之外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 大家一起 以食物来会友 也欢迎大家 下次有空 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我来这边做这个 这个是叫越南的春泉 素食的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这里是素食的春泉 里面有很多东西 就是有很多材料 有香菇 木耳 还有芋头 还有马铃薯 红萝卜 还有一下那个 绿豆 还有香菜 这个是越南的 很有名的 越南上帝的料理 的料理 对 越南上帝的料理 这个是在越南 我们素食做的 很有名 现在我来这边做 因为我也吃素 所以我也要做这个素食 模范移工安娜表示 这次能够受颁奖 相当高兴 而自己在台湾的工作 则是照顾阿公 阿公也都相当照顾他 对他很好 也感谢台湾对于外籍 移工的照顾 评审杨泰全表示 这次的竞赛 相当难评选 看见许多各国多彩多姿的料理 都相当合乎当地的口味 我在台湾是照顾阿公的 我很开心 然后呢 这个是我觉得是 我阿公给我最好的礼物了 我很谢谢你台湾 对我们很好 我老板也对我很好 中介也很好跟我们的 我觉得阿公对我很好 然后我也很开心 照顾他的 然后呢 我的中介也跟我很好 非常地很好 谢谢台湾 谢谢 我是阮南人 我工作在公司福留机械 抗林 抗林一共 今天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感谢南投 先政府的 举办 莫方 劳动给我们 很多彩多姿 很丰富 他们大家都很快乐 很高兴来参加 做得都很 合乎当地的口味 也不会太辣 所以说他们 应当是 我建议指导单位 可能冠军要多几个 他们有的 那个牛尾汤也蛮好喝的 牛尾汤 但是他们那些咖喱牛肉 都有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 大部分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很为难啦 因为他们去年还进步很多 去年也有来当评审 我们这条做医工的表扬大会 我们这条做医工吃的 它的料理的 煮食料理的 美食方面也是进步的相当的优异 它不管是米粉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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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这个料理 先云由洪达表示 现今有越来越多的新住民朋友 嫁到台湾 或是有外籍医工朋友 前来台湾工作 也相当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举办南洋创意料理 接模范外籍医工表扬活动 透过活动 不仅感谢外籍医工 对于台湾的付出外 也能够借由料理 来达到互相交流的目的 我们现在新住民 非常来自多元的种族 多元的国度 都认同台湾 来跟台湾生存 不管是接过来 还是过来这里 从事劳务 这都是对台湾的迅动 当然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他们的多元的文化 将他们的多元的美食文化 还是家乡文化 带领到我们本地 来融入我们的社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举动 今天就在外籍医工表扬大会 在我们新闻国家 来扩大举办 当然我们也看得到 我们新住民朋友的热情 各地各国的美食 带来到我们的民间 来融入我们的社会 还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 种种 在不同的国度再生存 非常不简单 虹大也非常均定 对台湾本地的付出 县议员于秀英表示 县府团队对于移工朋友 相当重视 透过活动 除了能够看到 异国的美食文化 更新能让移工朋友们 了解到县府对于移工朋友们的 各项政策以及努力 也感谢县府团队的用心 我们林明珍县长相当重视 相当重视我们外籍移工的一切生活 这次也感谢县政府团队的用心 办理这个南洋创意料理比赛 以及颁奖 透过这次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手艺以外 更可以看到我们异国美食的文化 也借着这次的活动当中 让移工朋友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县府对于移工的 他们各项政策以及努力 也能够让各国 借着移工朋友们互相交流 交流得相当好 而且他们手艺非常棒 在这里 也希望他们在台湾 融入我们的台湾民情 也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先云南雪肯定主办单位 举办此次的活动 透过半奖表扬 来感谢所有来自不同国家的 外籍移工朋友们 对于台湾的付出 而透过料理竞赛 能够看到各国不同的美食料理相当好 借由美食 能够让移工朋友们 品尝到许多美味可口的料理 我们南投县社会处 相当重视我们的移工 尤其是每年都来举办 我们的移工既有表扬 透过我们南洋 美食料理的一个趣味竞赛 让我们的乡亲更能够融入 体会在地的一个生活跟文化 那么厌雪几乎都每年都参与了 有发现到我们这些外籍移工 除了远渡重洋来到台湾 这里一个美丽的宝岛 也能够融入我们的在地的文化 所以每一年透过这个文化的一个系列活动 更能够唤起一个思乡之情 同时也能够将 两国不同的文化美食的料理 能够做一个交流 也能够做一个品尝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是 表扬我们的一个机油外籍移工 还有我们的趣味美食料理竞赛 我想大家都是活动当中相当的有趣 也相当的赋予我们的一个政令宣导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成效也相当的好 那厌雪相当支持 希望未来我们的社会处呢 也能够再想更多元 然后呢更周到的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外籍移工 有在地一家亲的感觉 那我想我们的外籍移工来到我们台湾呢 除了要适应我们本地生活之外 同时也要做出社会的一个福利贡献 所以这些机油的外籍移工 厌雪表示肯定 那么同时今天还有我们的美食料理比赛 我们知道很多外籍移工 来到我们美丽宝岛呢 可以就地取材 我们在地的一个食材 做出我们家乡味 同时也是融入在地文化生活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精神价值 所以做起来呢相当的贴心 同时也相当的入味了 也让我们品尝到 异国不同的一个美食文化 我想这个透过美食味蕾的一个交流 也能够深耕 让我们的价值能够呈现 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外籍移工呢 感受到我们美丽宝岛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热情 那我相信说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 而且是互相包容尊重的一个国度 我们也感谢外籍移工 常年来对我们这块美丽宝岛的 付出跟贡献 我想大家一起努力啦 先远由宏达指出 透过料理来交流 也能够让台湾对于各国的家乡菜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也让移工朋友们借由这次的平台 能够将家乡料理拿出来展现给各国 移工朋友认识 相当好 当然来跟台湾人生地不熟 通常来跟台湾人生地不熟 通常去找到他们想和下的思念家乡的方式 来传递到我们台湾的社会 通常来跟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 在台湾的本地朋友 大家也都可以借纳到他们 融入我们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借到这个机会 我们的政府团围 要来给他们 同时 同时我们这个 不管是外国朋友 还是说 移工朋友 还是说新住民朋友 大家来跟台湾共同 大社会生活 所以说我们今天 借到这个机会 将到他们的家乡的料理传统 每一国每一国的特色 每一国每一国的美食料理 每一国每一国的生活方式 都来我们台湾的呈现 展现我们台湾社会是一个种族包容 多元的这个大社会 所以说我们今天 特别感谢我们的出版团围 当然我们也希望 也感谢到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些移工朋友 希望一家可以办国家扩大来举办 我们全县 在我们全县生活的这些外籍朋友 大家来共同来分享 他们的生活经验 以及他们的家乡文化 活动中有许多来自各国料理的美食 都相当美味可口 也让评审难以抉择 议员们也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举办此次的比赛 也希望 未来能够多加举办类似的活动 让台湾以及各国的移工朋友们 能够对于各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明一期文全文君专题成本报道